2022年1月10日 中国拼写主席 市拼棉理事会主席 国际拼棉执行副主席刘国梁 迎来了自己46岁的生日 世界各地的球迷纷纷向他送上祝福 而国际拼棉官方也公开表示祝贺 并配以天才少年乒乓掌门人的文字 在过去的2021年里 刘国梁一手抓国拼成绩 一手抓乒乓球运动的推广 直到中国队赢得八枚奥运会或是拼赛的金牌 同时促成了中外各国乒乓球队之间的合作 在新时期让小球继续推动大球 在此也祝愿他能在2022年再创辉煌 1976年1月10日出生的刘国梁 是国拼历史上的第一位男子 大满贯得主 也是迄今为止 传统直拍正交快攻打法最后的荣光 早在1992年的时候 刘国梁就横空出世 打败了世界上的第一位乒乓球 大满贯得主瓦尔德内尔 到1995年的时候开始正式躋身 世界顶尖高手行列 1996-1999年 集齐了奥运会 世拼赛 世界杯三大赛单打金牌 同样实现了大满贯的伟业 2003年退役后 刘国梁迅速接手 恩施引销留下的男队主教练岗位 随后虽然在雅典奥运会上 遭遇了一定挫折 但很快便带领球队 连续夺得世界大赛的冠军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金牌教练员 后来又成为了全队的总教练 2017年短暂离开一线后 刘国梁于2018年正式回归 成为了中国拼协主席 后来又获选为世拼棉 国际拼棉的领导人 为中国乒乓球队 以及世界拼坛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尊重 如今2022年已到 刘国梁即将迎来新的挑战 一方面 他要考虑如何在中国队 新老交替完成后 打赢成都市拼赛 杭州亚运会这两个重要比赛 另一方面 刘国梁仍需摸索 新时期乒乓球运动发展的新规律 推动商业化市场化的进程 最后再次祝福刘国梁生日快乐 新年新气象 我们也期待他能有更多大作为 带领中外拼坛 走向一个更加辉煌的新时代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栄梁